一展市僑務局推出學主送惠橋計劃 助推台山粵菜文化走向世界 學主送惠橋計劃 參照粵菜師傅職業標準 在廚藝技工學校招募台山食海外華僑華人 港澳台同胞 免費開展每年兩期 每期十日的理論和實操培訓 每期學員30人滿額開班 計劃指在伊托沃市特色美食 開展廚藝學習 文化交流 食材展示等活動 造優惠橋服務 體現政府關懷 助推粵菜走向世界 學主送惠橋計劃發布以來 已經得到海外社團熱心人士積極響應 初定今年上半年進行首期培訓 我們非常歡迎港大海外的台山籍華僑華人 港澳台同胞 通過當地的社團去推薦 去報名參加我們這一期的項目 我們台山市僑務局 海聯會僑創中心 都會為你們做好後續的跟蹤服務 台山作為中國第一橋鄉 飲食文化源源流長 傳播廣泛 在海外由台山橋包經營的中餐館 粵菜館數量眾多 長期以來分佈世界各地的台山餐館 在服務好當地華僑華人的同時 對傳播弘揚中華文化 促進中外人民交流 發揮著重要作用 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至今 由廣東廚藝技工學校培養出的五萬多名學員 將特色美食傳播到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自己做好 感谢观看